市長怎麼看觀光局長官 您就耍特權教育員工去機場接他兒子 導致員工感染武漢肺炎 這件事情非常不甘 第一個就是這種官場落席 早就該改 我不知道原來還有這種人在機場服務 我自己多次送女兒接女兒 都是我們自己 從來也不知道還有這種單位 那這種單位這種還要接待 什麼官員 甚至於他的家人 什麼孩子 這都非常不甘 這個應該痛改 而且立刻改 他回家跟你居才是不是也要梅花座呢 沒有 前幾天才擠在一起幫他唱生日快樂 這個社交距離是社交 不是規範家人 所以因為在社交常常有不明的人 到底怎麼樣情況不了解 因此要規範 要指引大家保持距離 這是為了保護個人 也是保護大家的安全 所以指揮中心會在專家的建議下 訂出規範跟指引 還是希望國人同胞 我們都很有水準 大家都遵守規範 這樣是最好 也是讓社會更安全 也是減少負擔 也是保護個人 市長怎麼看觀光局長官 那些耍特權教育員工去機場接他兒子 導致員工感染武漢肺炎 這件事情非常不該 第一個 就是這種官場落席 早就該改 我不知道原來還有這種人在機場服務 我自己多次送女兒接女兒 都是我們自己從來也不知道 還有這種單位 那這種單位 這種還要接待什麼官員 甚至於他的家人 什麼孩子 這都非常不該 這個應該痛改 而且立刻改 另外 這個官員看起來 晚會我們這麼再三要求防疫要到位 他自己本身不但知道孩子的狀況 孩子沒有到位 他也沒有到位 還到立法院 還在部裡開會 這樣影響實在重大 這一方面的錯 那已經造成這麼大的 這個傷害 我們覺得非常不該 交通部已經明快處理 好 謝謝大家